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昨天呢 给大家分享了 八岁女孩游历西方极乐世界的故事 今天主要是分享 六岁 三岁 四岁的 几个小朋友 都不止一次的游历西方极乐世界哦 更加让我们坚信 阿弥陀佛真的有 极乐世界真实不虚 大家可能也曾经看过啊 这个六岁的孩子 两次周游西方极乐世界 回来以后呢 还画成了画 如果大家呢 没有看过这个视频的呢 我会把这个视频的链接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仔细的看一下 今天很荣幸啊 请到了这个妈妈 给我们讲述一下这个孩子 去的前因后果 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 下面呢 就有请妙音师兄 给我们来分享 阿弥陀佛 先生的学长们 大家好 非常荣幸在今天下午 跟大家一起分享 六岁女儿梦游极乐世界 一些因缘 其实那时候我刚遇到佛法 很兴奋啊 就觉得哎呀 佛法太好了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要跟家人说嘛 然后就跟两个孩子说 就跟我那时候六岁的女儿说 哎呀 今天世界太好了 我们都得去呀 然后 女儿就问 那咱咋去呀 我说念佛 咱就能去呀 我说 那时候我对佛理佛法 其实还不懂 这是刚 只是刚接触 然后我就说 咱们十句 念十句佛号 没有妄念 就能去 然后女儿就自己 就开始在那念 然后就练习了几次 然后女儿就非常难过的 对我说 妈妈 我去不了了 我说为啥呀 她说我十句佛号里边 还有妄念呀 那时候女儿几乎都要 都要哭出来 眼泪在眼里寒着呀 我就安慰她说 不用着急 咱们现在开始 慢慢的练习 以后就可以做到 没有妄念呀 就是这种情况 好几次 女儿就是跟我说 妈妈 我去不了极乐世界了 怎么办呀 我念十句佛号都有妄念 怎么办呀 就是好几次 都是要哭着的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能 看到孩子 想去极乐世界的那个心 是非常非常的真诚 我经常对女儿说 极乐世界可好了 它是宇宙中最美丽的地方 女儿说 我想去看看 我就说 那你就去 求阿弥陀佛 你去极乐世界看看呀 其实我当时 只是那么一说 没有想到孩子 会那么认真的 继续去真的求 后来他说 他每天晚上 都求阿弥陀佛 我接他去极乐世界看看 而且他坚持了大概一个月 结果阿弥陀佛 真的满了他的愿了 然后就有 敬雅师兄 前几天做的六岁女孩 梦游极乐世界 然后他画了十二幅画 十三幅画 当时他回来之后 是没有当天跟我说 是第二天 第二天跟我说的 然后特别特别的平静 就好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然后他很像一个大人一样 平静的跟我说 妈妈 昨天晚上阿弥陀佛 接我去极乐世界了 我当时就非常兴奋 我说真的吗 我说那你快跟妈妈说说呀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到极乐世界干了 去做了什么 当时他说的是 有很多很多细节 我也记不住 而且我那时候他才六岁 然后他是 我们是住在那个温哥华 他的中文表达能力 又没有那么强 然后我就说好吧 那你就画出来吧 画出来的话 其实可以包含更多的细节 然后就那么一会 一会的功夫刷刷刷刷就十二幅图片 一下子就画完了 然后呢我就画完之后我就说那这幅 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呀 你给妈妈解释解释 然后他就解释他画的这幅画是当时是什么情景 然后我就把他的画就是写成了文字 基本上那些话都是他说的 他说的话我把它写出来 大概第一次就去极乐世界 之后大概隔了八个月吧 然后他又去极乐世界了 他又跟我说了 我说你为啥第二次又去了 孩子就说 他说他想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了 他想阿弥陀佛了 然后第二次的就又去了 第二次去的时间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短暂 然后阿弥陀佛跟他说了一些话 然后第二次回来之后 他问我说妈妈 你念佛念了那么久了 那你有没有在梦中去极乐世界呀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在地球上 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我说也没有 说妈妈就是 去了极乐世界之后呢 我在地球上有一天 在森林里头的时候 我看到天空上有一尊阿弥陀佛在看着我 就是在地球上 他也看见了阿弥陀佛 然后后来我问他 我说那极乐世界的菩萨都在干什么呀 孩子说都在念佛 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的 那个时候我刚学佛法 佛里不懂 我都不知道极乐世界的菩萨在干啥 所以我好奇 我才问的孩子 孩子说他们也在念佛 后来随着尖叫的声 我才知道哇 原来真是这样 所以这个孩子去极乐世界 是真是不虚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 极乐世界的菩萨干什么 是他跟我说的 然后去了极乐世界 梦游两次之后 他的变化 我明显感觉到 他刚回来之后 我发现这个孩子说话声音变小了 而且变得特别温柔 而且说话变得很慢 我问他你怎么变了呀 孩子说 极乐世界的人就是这样温柔的说话的 然后他走路也变得就是特别慢 特别轻飘飘的 走路也没有声音 而且他的身体感觉就变得比以前柔软了 有一天 孩子突然对我说 妈妈我们是一体的 就是突然冒出了这一句 还有一次邻居把刚杀的那个小牛的牛肉 要放在我家冰箱 冻一下 我们家都吃素的嘛 然后我们都基本上就是 而且他是新杀的小牛的肉 要放到我们冰箱 临时放到我们家冰箱 女儿看到了小牛肉 马上就跪在佛前要哭的样子 好像嘴里念着佛 对就是孩子就是因为 去了极乐世界之后 因为得到阿弥陀佛 我的体会得到阿弥陀佛 这个能量场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 加持他的心 就是一次性就更加近了 更加有自闭心了 就是通过六岁女儿 去极乐世界的这两次经历 就是验证了极乐世界真有 阿弥陀佛真有 只要我们真心想去 只要我们每天心里有佛 我们就具足信愿型的资料 就一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我曾问过女儿 为什么妈妈念佛这么多年 都没有见佛 女儿说 妈妈 你每天都要想 我要去极乐世界 女儿一下子感觉点醒了我 原来是自己的愿力不够 想去极乐的心不够恳切 所以我要在愿力上下功夫 每天多多的对自己说 我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我一定要去做佛 我一定要念佛 然后在愿力上要下功夫 这是一点女儿对我的提醒 第二个在行指上呢 要坚持九次十念法 一次不缺 师父上人说 一定往生 然后再加上平时 行住坐我不离佛 好 那么我们就会 心就会很安呀 就愿力够了 然后行也够了 我们就一定都能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对 只要我们每天坚持下去 积累星约型的资量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 顺利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一起加油吧 可以再补充一点吗 当时女儿六岁了 去了极乐世界之后呢 然后因为我当时 对佛理佛法 懂得不透彻 我自己 没有问任何 善知识和大德 然后我自己 就认为 她已经拿到 往生的把握了 然后我就忽视了 对她的叫云道 然后我把自己的 主要经历 就放在了 我的儿子身上了 然后她现在 14岁了 已经过去 八年 八年了 这八年 我没有听说 她再去过 然后我就知道 然后现在回想 现在她到青春期了 以前她是很听话的 但由于我这八年 我忽视了 对她就是 孝心啊 还有就是做人啊 孝提中心 离延迟 弟子规的 讯息不够 所以她的 习记 感觉 没有比淡花 而且是增加了 然后现在 我就觉悟到 其实自己 其实也把这个孩子 有点 她根性很好的 她六岁能去 她是一个 山根很深的人 但由于我的 这个没有 继续地对她在佛法文文 继续帮助她成长 她就没有进步 而是在退步了 因为 对我们的 都做事物污染了 而且在国外 就是那个学校 都是用 那个电脑呀 那个iPad 这些电子设备学习 所以就对这些东西 用的时间就比较长 就是说 污染越来越深 那么 然后我也反省 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也是提醒 跟我有同样 就是 孩子去过 极乐世界之后 一定要更加珍惜 孩子的这个 善根福的姻缘 加大力气 创造一切的可能 给她就是这种 善的环境 就是不要像我这样 掉以轻心 然后现在 我现在 再14岁 再回头来 帮她捡起这个 善根来说 就跟六岁比 那就差太多了 我现在用的方法是 我对女儿说 我说女儿 妈妈学佛这么多年 都没有去极乐世界 妈妈也很急 能不能帮妈妈一个忙啊 然后女儿说 怎么帮你啊 我说 你现在 再去极乐世界 再帮妈妈看看 妈妈的莲花 长得多大了呀 再问问阿弥陀佛 妈妈 大概需要多久 这莲花能长好呀 让妈妈安心 好不好 其实我是善巧让她念佛了 因为青春期 你要让她念她 不一定 就是那么欢喜接受了 她说好呀妈妈 然后现在她晚上开始 每天晚上也都有念佛 但是她是为了我 所以就是 就是希望 跟我一样的妈妈们 就是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 我现在 现在开始意识到问题了 再回头再把她的一个善根 帮她继续捡起来 对 然后我就分享到此 感恩妙音师兄啊 太殊胜了 大家听了是不是 特别有感触 我们甚至都不如一个孩子 在信愿上 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一定要是八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今生必须要去 一定要去 刚才呢 有一位师兄问啊 小孩要从几岁开始 就要念佛了 其实从生下来 你就可以教他念佛了 刚刚有一个师兄 我发了一个文章 是他的孩子 三岁的娃 有极乐世界啊 大家听完了以后 真的是感觉这个 阿弥陀佛 这个慈悲 加持力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不管是老的小的 你只要愿意去 一定都可以去的 我叫普涵 和先生 都是新加坡普爵寺 皈依的居士 以前看过不少小孩 睡前念佛 梦里 由阿弥陀佛 带着去游 极乐净土的经历 很是欢喜 也很督促两个幼女 睡前念佛 大约去年 2019年12月份的 一个早上 我在煮早餐 三岁半的次女兔兔 跑来告诉我 妈妈 阿弥陀佛从墙上 掉下来了 我就赶紧地放下了锅铲 想着是不是家里 挂着的佛像 从墙上掉下来了呢 就赶紧随着她去看 结果没有啊 但是妹妹好坚持 再次重复一次 我正在疑惑当中 旁边的长女 就帮我翻译了 说妈妈 是妹妹梦到了阿佛了 我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蹲下来 仔细地问 妹妹说 昨天晚上 见阿弥陀佛从墙上的画里 掉下来了 又上去了 又掉下来 妹妹给看乐了 然后就跟着阿佛 坐着花花 飞着去玩了 带她去了一个 很漂亮的地方 很多花花 很多Yellow的房子 就是黄色的房子 妹妹那个时候 还不会说金色 才三岁 有树 树是绿色的 也有Yellow的 有水 水是Rainbow的颜色 就是七彩的颜色的花花 还有宝石 她说阿佛给她喝了一杯水 水是草莓味的 空中还飞来了面条给她吃 还吃了糖 因为妹妹还小 我从来也没有给她讲过 净土的样貌 她居然能说出来的 和经书里的内容很像 我又问妹妹 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的呀 妹妹说阿佛是黄色的 很大 头发是蓝色的 头后面有个太阳 这个时候呢 我就很相信她了 因为家里供的那个佛 都是肉色的 皮肤的 没有金色的 妹妹还说 看到我们一家人的莲花了 还有老爷的花花 妹妹合起小手 说老爷的花花是关着的 是没开的 当时我爸爸只是超经书 还没有开始念佛 结果一个月以后呢 回国过年 老爷果然答应开始念佛了 现在呢 就天天的超经念佛 然后每天念108声 我就问妹妹 你怎么知道那些花 是我们家的花花呀 妹妹说上面有名字 她心里认识 现实中妹妹是没有开始认字的 我想那个也许就是 阿弥陀佛用意念告诉她的 妹妹很是委屈的告诉我 阿弥陀佛还送了我一顿黄花的 和一串项链 我想那个时候可能是佛珠吧 可是她醒来找不到了 妹妹还说阿弗跟她说 观世音菩萨有小点点 我们当时很好奇 一家就开始乱猜 这个小点点是什么意思呀 我母亲就甚至猜到 你是不是又怀孕了 后来才搞清楚 妹妹说的是观世音菩萨 每一间的那个白豪 叫小点点 妹妹还说 阿弥陀佛总是笑笑的 说话的声音可好听啊 后来不久 我们偶然看到了孔雀 妹妹很兴奋地指着大叫 阿弗那里就有这种鸟 还指着一个红头罐 蓝色身子的鸟说 也有这一只 很感恩阿弥陀佛 带我的次女去极乐净土 小小的年纪 形容起净土来 也只是 知言片语 十分的可爱 然而 仅三岁半的她 从来没有听说过净土 说出来的话 与经书一般无二 这必定是阿弥陀佛 启发我们的大愿心吧 而且佛对待孩子 能如此的温柔 逗孩子开心 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 知晓孩子 喜爱的食物 口味 这个宇宙中怕是男友 比他更温柔 更慈悲美好的存在了 普韩2020年3月2日 于新加坡 也感恩这位师兄 给我们分享这个书上的故事 大家听了以后感动吧 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真的 这些小朋友就是福报太大了 也是来度化我们的 听呀 师兄 我想分享一下 我儿子四岁 上个月他有去那个 就是有去极乐世界玩 因为我平常就是 家里也有念佛嘛 小朋友从小就是 在怀他的时候 我就有送地藏金给他 然后平常他看我念 然后晚上呢 也会读那个请稀记 然后我每次看到 人家分享 就是小朋友去极乐世界玩啊 就感到很开心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都没人在念佛 你怎么都没去呢 然后他就说 妈妈那我晚上我也发愿 我也说要去极乐世界 然后也是讲了很久 然后每次都问他 他说没有啊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就是读完请稀记 念完佛号 然后我就是阿弥陀佛啊 我说你慈悲啊 带我们母子去极乐世界逛逛 然后就睡觉了 昨天早上我儿子坐起来 一翻身坐起来 妈妈我跟你讲哦 我昨天去极乐世界了 我说真的吗 我说可是我怎么没去呢 然后他就说 我跟你讲阿弥陀佛 因为他小可能语言上 表达的不是太好 他说阿弥陀佛好大之 然后是金色的 他的光好耀眼哦 然后我在那里玩了 他喜欢的乐高嘛 他说我在那里玩了乐高 还有很多跟我一样 去极乐世界玩的小朋友 很多 然后我说你还看到什么了 他说还有观世音菩萨 他们都好庄严好慈悲 他说还有一尊 我不知道是什么菩萨 但是也很庄严 我说那是不是大师至菩萨 他说那可能是吧 然后他说我玩了一会儿 然后我跟阿弥陀佛讲 说我想回家了 阿弥陀佛就把我送回来了 然后隔天早上起来 他又跟我讲 妈妈我跟你讲哦 我昨天晚上又去极乐世界了 我说你又去了 我怎么又是还没去呢 然后他说 就是因为你们大人 都没有认真念佛 念的不精进 我说是哦 我说那妈妈还要再精进一点 第二次他讲的 去的时间好像比较短一点 然后他说 这次我看到极乐世界 有很多莲花 他说这次的阿弥陀佛 跟我第一次看到的不一样 他说他的身体是绿色的 穿的衣服中间都是绿的 他说他两个袖子是红色的 然后我早上诵经的时候 看过那本经书里面的 阿弥陀佛 那个图案啊就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 真的是好奇妙啊 我就感到很开心这样子 然后下午去接到上学 他又跟我讲说 妈妈我跟你讲哦 今天睡午觉的时候 阿弥陀佛又带我去玩了 我说是吗 那今天你梦到的是什么 他说阿弥陀佛 给了我一个好好吃的包子 那个包子我都没吃过呦 真的超级好吃 然后我说 哦我说那你真好 真的是太幸运了 你真的是要好好念佛 好感恩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恩各位师兄 感恩师兄的分享啊 我们也真的有殊胜的姻缘啊 听到这么多殊胜的故事 所以呢希望啊 我们还没有让孩子念佛的 回到家就开始鼓励孩子念佛 看了这些小朋友游历 西方极乐世界的故事 可能这也都是佛菩萨的加持吧 让这些孩子来度化我们 因为现在呢 大人来讲故事 已经听不进去了 所以呢佛菩萨就派了这些小菩萨来 给我们视线 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的有 阿弥陀佛也真的有 真实不虚的 大家千万不要怀疑 因为孩子是不会说谎的 同言无忌 大家一定要真心 切怨 就像孩子们说的 我们要发怨啊 要真心念佛呀 只要我们念佛 莲花就是盛开的 终有一天 我们都会做着自己的莲花 网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失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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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